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下載這些東西的用途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把它輸出到那個什麼呢 輸出到Excel 給Excel裡面可以用 Excel裡面怎麼可以用呢 其實輸出成Excel 其實輸出成CSV就好了 CSV要怎麼輸出呢 其實非常簡單 兩行 我是覺得Python在這裡真的是太厲害了 兩行 第一行是給它檔名 第二行是輸出檔案 就OK了 還記得怎麼寫吧 其實也不用特別背啊 它的語法一定是F等於F物件等於Open Open意思是說我要開一個檔給它存 那個檔的話檔名 如果是相對路徑 比如說它叫Yahoo好了 就這樣Yahoo 點什麼呢 CSV OK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要是Excel檔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以前有個取巧 直接怎麼樣呢 把副檔名打XLS 可不可以 其實它是CSV 但只是副檔名是XLS 你給客戶客戶說 對這是一個Excel 但實際上裡面是一個CSV 但它沒有辦法辨識 它無法辨識 因為副檔名是Excel 懂意思嗎 但是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你說 老師那我要輸出Excel 這樣不就OK了嗎 豆點後面就是一個什麼呢 W還記得吧 Write出去嘛 再來做什麼呢 F點什麼呢 Write出去嘛 OK Write什麼東西呢 就把剛剛這個Print的東西有沒有 把它Write到這裡不就好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在那個Python裡面要寫出一個Excel檔 原來這麼簡單 就這樣而已喔 OK 試一下 Print一下 把它執行對不對 所以它會同步怎麼樣 Print結果到下方 並且呢 在我們的相對路徑裡面 按右鍵 重新整理一下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Excel檔出現的 Yahoo.xls 這是不是Excel檔 這其實是Excel檔 它是不是CSV檔 它也是CSV檔 但實際上它應該嚴格講起來 它是CSV啦 只是說 把副檔名改成Excel啦 它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你點它兩下 它會不會用Excel開呢 應該也是會啦 不知道它怎麼用這個來開 理論上應該是會跳Excel才對 OK 我看一下 用OpenVis好了 Other 可能它用外部去開吧 好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去把它開起來 它就直接怎麼樣 不過我剛用那個CSV 其實你副檔名也可以是CSV啦 理論上它就直接可以開起來 我直接從那個 我的這個根木屋裡面去開好了 現在這邊我是放Test裡面 Source我們是這邊 這個檔 這樣就可以開起來了 要不要開 是 一樣可以開 不過這邊好像沒有完全轉換成功 舊的版本是可以啦 可是新的版本好像不OK 那如果這不OK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乾脆就是把它什麼 把它用CSV 這邊的話有沒有 CSV 那它一樣會用那個什麼呢 一樣會用那個 就是重新整理一下 Refresh 它一樣會用Excel開 開起來 沒有問題 相容 OK 所以如果將來 如果你有很多個檔案 也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而且輸出檔案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這些語法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以後記熟的話 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原來Print的東西 直接Print成一個CSV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這種方式輸出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一樣怎麼樣 先抓那個Table 這個Table是第九個Table 那裡面的話可以再去做什麼 再去找到它的其他特徵 哪些特徵呢 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這個裡面 這個地方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個表格 所以我第一個我先把那個表格部分找到 那我們剛剛找到第九個 第九個在這裡對不對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架構一定是 這個是Table 下面的話一定是個TR 有沒有 有沒有那TR的話呢 現在這個TR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TR 其實就是這個 藍位名稱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它展開 展開的話呢 它跑掉了 OK再一次哦 這個展開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裡面是THTH有沒有 所以藍位名稱呢 都是TH 但比較少見 現在好像幾乎好像大部分都是用TD啦 也比較少用TH 那再來下一個是TD 所以TD裡面的話呢 就放 我們要的這個 它的資料就放裡面 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再來 如果我不用取代的方法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分別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一樣第一個是Find All 所有的那個Table 再來就是分別怎麼樣 處理那個TR跟TH部分 那所以呢 接下來哦 如果今天呢 我把這邊直接貼上好了 因為這個細節大概都差不多 那我可以怎麼樣 這個地方哦 我就不要先 不要丟給那個S 我直接呢 再把這個第九個Table 再去Find All 就是從那個第九個裡面呢 再去幫我找TR 所以你會發現呢 就跟剛剛我們 在那個畫面上看到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它就會幫我把裡面所有的那個TR 全部列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麼多TR 總共的話呢 有這些TR 那TR裡面的話呢 又有很多的 第一個是TH 其他就TD 所以呢 我就是分別把 第一個先Find All 把裡面的TR全部找到 放在Data2 再來的話呢 這個裡面 因為它過來一定是一個List 我把這個List裡面的每一個哦 每一個 意思說 一個TR就是一列 我分別呢 把第一列 先抓過來 抓過來之後 第一個TR 那這個第一個TR的話 我先去找找看 找找看什麼呢 我就把裡面的TH 找到就放在Data H 把TD呢 放在這個Data3好了 那再來做什麼呢 分別輸出 輸出什麼呢 第一個我先把標題輸出 OK 特別輸出哦 那標題的部分的話呢 上面藍位 上面藍位名稱嘛 就分別把那個TH 一個一個幫我抓過來 所以 這邊的話 會先抓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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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幫我抓過來 所以 跑個回圈之後的話 第一個我先輸出那個TH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先把那個TH先抓出來 先把那個TH部分呢 先抓出來 OK 有沒有 股票代號 這些東西 不過後面會多這個東西啦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減移掉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就把底下的東西 Data3呢 分別把它放下 放到底下 會有幾個問題哦 因為它裡面的資料 好像又有一堆什麼 一堆那個 就是 空白加換航 另外呢 又有那種 怎麼講 那種 換航 所以把它全部去掉 中間加一個 豆點 把它輸出 所以直接執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都加上那個 豆點 不過會有個問題哦 這個輸出之後的話 雖然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好像 還有一些地方 可以在收尾的 這個有沒有 這個 每個後面的 都有加 豆點 我希望這個 可以把它拿掉 還有這個地方 前面的這個 可以把它拿掉 咦 這要怎麼做 第一階段 我想先請各位 先試到這 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一下 應該可以了解我的 這個做法 一個table TR 藍位是TH TD 對對對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齁